2017年,一位长相普通的男嘉宾来到了一档相亲节目中 但实际上,这位男嘉宾是资产上亿的老板 上场之后,他就开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现在在一个肉铺打工 一个月也就5000块钱左右 来这里是想找一个体贴懂事,会照顾人的女孩 男嘉宾话还没有说完 场上就响起了灭灯的声音 一位女嘉宾举手提问 男嘉宾,你在肉铺店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 但是你这工资也不高啊 这么点工资,你怎么生活啊 男嘉宾回答道,还好,我都已经习惯了 男人嘛,泪点不是事儿 这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无所谓的 一位女嘉宾听了这样的话,反而嘲笑道 男嘉宾,你也是很乐观啊 我想刚才那位女嘉宾的意思是 就你这么辛苦的,赚这么点钱 以后怎么养活一大家子人啊 你也应该换一个工作啊 男嘉宾这才认真地说道 所以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可以独立一点 有自己的事业,以后可以和我一起承担家庭的责任 而不是什么都要我付出 一位女嘉宾一脸不开心地说道 我们女孩子天生就应该被宠爱啊 你们男生不就是应该多承担一点吗 难道你以后买房买车还要我出钱吗 这时男嘉宾却说道 你们不是天天说男女平等吗 现在又为什么要求什么都要男孩子来做 我可以为了你买房子 但不是必须让我买 既然你是我的另一半 我有困难,你自然也是要帮助我 听到这话,主持人也开口说道 男嘉宾这句话没有问题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就是要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 女孩子不能要求男生一味的付出 同时也要体贴男生的难处 所以在该帮助的时候还得帮助 不能认为什么都要男孩子做 这才是爱你 这样扭曲的爱情观 相信你们也走不远 听完这话 女嘉宾也不再继续说这个话题 这时一位女嘉宾问道 男嘉宾 你在这肉铺打工 赚的不多也就不说了 但你每天一身肥肉味 这可让我受不了 我可不想整天和一个有味道的人在一起 我可能现在看到你 就联想到你身上的味道了 这话说完不少人也是笑了 而男嘉宾却淡定的说道 这是我的职业 所以我很喜欢他 至于你说我一身肥肉味 这个是一定没有 你这样说 也是你本身对我的歧视 是你的心里在作祟而已 女嘉宾却还是嘲笑道 难道不是吗 每天和肉打交道 身上可不就是有味道吗 你这样臭烘烘的回家 谁受得了 你这样 我可能一天连饭都不用吃了 男嘉宾生气的说道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这个卖肉的 那你直接灭灯就好了 就算我身上有味道 也不会熏到你了 这时候女嘉宾默默地灭了灯 另一位女嘉宾又问道 男嘉宾 你刚才说 要找一个会照顾人的 又说要有自己独立的事业 你的意思是 既然你女朋友在外有自己的事业 又要在家洗衣做饭 照顾你们一大家子人吗 男嘉宾点点头说道 对啊 我刚才说了 要一起承担家庭的责任啊 所以做饭啊 做家务肯定是必须会的 一位女嘉宾立刻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男嘉宾 你以为现在是旧社会吗 既要求女生独立 又要求会做饭 会做家务 你觉得这样一个女生 凭什么嫁给你 你就一个月五千的工资 养不养得起一家人暂且不说 就你这思想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认为会有人选择你吗 请你清醒一点 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 还这么多要求 场上不少女嘉宾 也很赞同这位女嘉宾的话 纷纷灭了灯 但男嘉宾还是回对道 男人赚钱养家 不一样很辛苦吗 这点要求不过分 女嘉宾不屑地回答说 就你一个月那么点工资 还要求这要求那 车没存款就不错了 还满身的肥肉味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此时主持人制止 女嘉宾接着说下去 并说道 如果对男嘉宾不满意 可以直接灭灯 但是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女嘉宾听完 只好善善地闭上了嘴 并选择了灭灯 此时台上的灯也都灭光了 而这场相亲也最终以失败告终 看到场上的女嘉宾 都如此现实 男嘉宾生气地说道 我没想到你们现在的女孩子 都这么物质 不过我也不瞒着你们了 其实我就是那家肉铺的老板 而且我的肉铺还是连锁店 目前身价也是上亿的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会如此看不起 我这么一个卖肉的 还说我满身肥肉味 不过这样也好 没有遇到错的缘分 说完之后 女嘉宾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甚至有些已经后悔了 但是此时 男嘉宾已经消洒地离开了现场 回来 Climate